亲切的与李明互动 对位长法正妹是新当选的水井里长孙立军 从事政治幕僚工作16年 首次参选就顺利几败寻求十连霸的资深老里长林国新 因为这里是我从小到大的生活圈 虽然我已经从事政治工作幕僚十几年 这次也是第一次在地方参与选举 所以我的对手也是一个非常资深在地的老里长 生根了36年 所以我这次的选战打得非常的辛苦 那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 我已经烧香大概一个月了 因为每天早上站入口 寻求乡亲的支持 晚上加户拜访 然后表达我的证件 所以这都是我们这几个月来在做的工作 孙立军强调当内里长 就是希望能切实为家乡服务解决李明的问题 因此他也霸气喊出证件无法落实就绝不连任 展现负责任的态度 那我的证件呢其实都是地方非常务实在地需求的东西 那当选之后呢我也会一一来实现 所以当初我的证件有一道就是我做不到不连任 我想这是一个对参选人 未来当选后的一个负责的态度 孙立军感谢乡亲给他机会 他表示会秉持谦卑热心及专业的精神服务李明 希望让随经理更好 记者张琪腾进行报道